《中秋節祝福卡》 各位小朋友 你們好 我是鈴鈴依 很開心今天可以和你們一起畫中秋節祝福卡 我們首先將它用直線 也可以用不規則的線條 將它分成不同大小的三份 我們首先畫一個 好像卡通片 小朋友頭暈暈的時候 對眼就會變成好像螺旋形狀 順時針也可以 翼時針也可以 也可以畫一些細小的 螺旋狀和螺旋狀之間 會有一些空白的位置 我們將它油黑 我們可以將它畫粗一點 看起來好像玫瑰花一樣 當我們畫滿的時候 開始下一個區域 你可以自己決定 我到底想畫哪一個區域 我今天再跟大家畫一個圖案 叫做流動 我們可以將它畫一條線 畫一些肥的圖案 然後加一個笑笑的嘴巴 加一個眼睛 沿著這條線一直這樣畫下去 可以向上、向下、向左、向右都沒有問題 在圖案和圖案之間 我們也可以加一些波紙 波紙和波紙之間 有些空的位置 我們都可以將它油黑 在一些空白的地方 我們可以畫一些好像水泡的波紋 我們第三個區域 我們教一個非常實用的圖案 分成格子 大大小小的格子都可以的 我們分成格子之後 我們可以將所有的格子 全部不停地重複 寫L最後的位置 我們將它油黑就可以了 像下面這個一樣 寫不到L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先畫一條線 直到有位置給我們寫L 然後同樣地 剩下的位置 我們就將它油黑 我們畫到這裡 我們可以發現 非常之立體的 我們畫L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要向著同一個方向 我們也可以用相反的方向 因為我們畫時要畫的時候 我們將紙可以轉過來畫 不用一定向著某一個方向 然後我們就一起在月餅的任何一個位置 我們先畫一個半圓 將它油黑 油黑了之後 我們就在這個半圓的旁邊 好像畫彩虹一樣 畫一些雙線或者三線 甚至四線都可以的 我們畫完大魚餅之後 我們就將這個細細的半個魚餅 將它中間畫一條線 好像我這樣斜了也不要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畫成G字形 將它分成不同的區域 畫完之後 我們就要將它黑白 將它分開 它旁邊這個是不是應該是白色 是的 所以我們這個就不畫了 白色下面又是黑色 我們又是將它油黑 這個是我們教的第一個方法 就是我們用不同的區域 將它畫成單一的圖案 然後組成一幅畫 我們現在一起學一下 如何不用分區 都可以畫出很漂亮的畫 首先我們在月亮上面畫一條蛇仔的線條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這條線上沿著它 畫上你喜歡的圖案 任何的圖案都可以的 像零零二二現在這樣 畫一個肥嘟嘟的 然後在上面加一個小嘴巴給它 然後加一個很開心的笑容給它 又可以畫一個肥頭得意的公仔 又可以在上面畫一個車尼紙 如果是車尼紙和圖案之間 我們有些空白的位置 我們可以畫一些波波給它 波波和波波之間 有些空白的位置 我們亦都可以將它油黑 我們沿著條線就不停地畫 畫到最後我們在下面加一粒牛角包給它 首先我們在線的尾尾那裡 幫它畫一個小豆畫 然後我們就畫一個短短的線 下一條線長一點 下一條線再長一點 一條線比一條線長 直到我們覺得這個牛角包的大小差不多了 下一條曲線就開始收細了 直到最後我們再加點點給它 像不像一個牛角包 然後我們又可以繼續再加一些修飾的圖案 好了 基本上現在這幅畫我們已經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自己欣賞一下 哪裡我們想加一些圖案下去 去修飾一下這幅圖案的 例如這裡我們又加了一隻胡蝶 這個胡蝶就是由我們剛才學的螺旋形 大大小小的 兩個大的一個小的 將它組成的 我們又可以加一些波波 像我們平時吹的氣球出來一樣 大大小小 這個都可以自己拿主意的 或者畫一些螺旋形 如果你們覺得有些位置 想加更加多的色彩下去 你們甚至可以從一些顏色上去 好了 今天這幅畫已經完成了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我希望你們可以真真正正 拿起你們的畫筆和畫紙 去畫一張送給你們家人或者朋友 在陪伴我 Jur Jazz 製作的 有空 你買了 你買了 你買了